不会吧 折腰这次不会是真的要折了吧 8月31号晚间 兰京财经记者搜索发现 湖北卫视 湖南卫视 浙江卫视 江苏卫视 安徽卫视 均已占除了宋祖儿相关博文 不少人怀疑难道这是要开始走流程了吗 8月31号早间宋祖儿被前工作人员实名举报 偷漏税4500万 随后税务总局就该市发生回应 表示已经开始对宋祖儿开展调查核实 虽然目前还没有发布最终的结果 但是从各大卫视删除动态前司 着急慌忙撇清关系 宋祖儿团队久久不澄清的 举动来看 这事儿恐怕不简单 如果逃税属实 4500万的税款 收入可是上亿啊 真的是无法理解 明星原本就赚的那么多 为什么还不肯掏那三瓜两枣呢 明知偷税漏税是违法 因为前车之间又那么多 为什么还要抱着侥幸心理呢 要看当年王宝强 在最困难的离婚期间甚至去借钱纳税 对比那些逃税的明星高下立线 所有的明星艺人 真的应该把这句忠告寄到心里该税的税 不该税的磨税